第1761章 如此富豪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呀呵 听到燕归来也放了大话 尤仔顿时乐了 微笑着看着燕归来 尤仔道 行啊 既然小兄弟如此豪漫 那我多了也不要 先给我来一两黄金吧 听到尤仔的话 柳言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要知道 黄金虽然是流通货币 但是事实上 普通百姓日常接触的 最多不过是白银而已 绝大多数情况下 老百姓使用的货币 其实是铜板 一两黄金 可以兑换一百两白银 或者是一万枚铜板 而铜板的购买力 是非常强的 五个铜板 就可以买一个大肉包子 如果是馒头的话 一个铜板就可以买一个 因此 一亿两黄金 那相当于一万亿铜板 这虽然谈不上富可敌国 但是却也相当于 人足一千座巨城中 任意一座巨城的年产值了 所谓的年产值 指的是这座城市 一年出产的 所有产品的总价值 而不是纯利润 听到尤仔爆出的数字 燕归来撇了撇嘴道 一亿两黄金吗 还可以了 够用吗 见到燕归来 一副小大人的样子 继续在那里装 尤仔反正也闲来无事 因此 也不介意陪他玩一会 小孩子吗 微笑着看着燕归来 尤仔道 黄金这东西 多少都不够花 不过暂时来说 有一亿两黄金 也算是 解了燃眉之急了 摆了摆手 燕归来道 既然你看得起我 认了我这个小兄弟 那我也不和你玩虚的 说吧 具体要多少黄金 能彻底满足你的需求 歪了歪头 尤仔道 要想满足我的所有需求 最起码要三亿两黄金 再多的话 我也兑换不起了 没那么多钱 了然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行 三亿两黄金是吗 小意思 等我吃完了饭 这就去帮你筹备 看着燕归来装得如此真实 尤仔也没有介意 微笑着坐在了燕归来的对面 开口道 行啊 你给我三亿两黄金 我给你十亿两金票 你看如何 微笑着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放心好了 一会喝完酒 我就给你黄金 不过现在 最重要的是喝酒 咱们干上一杯 说话间 燕归来为尤仔满上一杯酒 随后邀请柳妍一起 和尤仔碰了碰杯 随后一饮而尽 一口烈酒下去 只一瞬间 燕归来便感觉自己的喉咙 食道 以及整个胃部 瞬间燃烧了起来 澎湃的灵气 汹涌澎湃 难以平息 只一瞬间 燕归来的境界 便突破了地零八重天 抵达了地零九重天 哎呀 惊叫一声 燕归来道 不行了 我已经突破到了地零九重天 不能再喝了 恶然看了看燕归来 尤仔恶然道 不是吧 小兄弟才几岁啊 这就地零九重天了 摆了摆手 燕归来道 好了 暂时不能喝了 我要去买个完美天灵丹 突破到天灵境界后 再回来喝 不然的话 我可不遭这个罪 听到燕归来的话 尤仔不由地苦笑了起来 万两黄金一壶的美酒 怎么到了他这里 成了遭罪了 既然喝着这么遭罪 那又何必花这么多钱 去买这么贵的酒呢 看了看尤仔 燕归来道 不和你啰嗦了 你赶快去准备地方吧 我一会先去南冰学府看一看 然后再去把黄金给你搞来 然后就要开始闭关突破了 听到燕归来的话 柳妍开口道 南冰学府那边 三天的考核已经结束了 现在已经开始了三天的休假 因此 未来三天之内 你依然可以休息 了然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那好吧 既然如此 那我先去把黄金给你搞来 然后再开始闭关突破吧 愕然地看着燕归来站起身来 大步离开了金凤酒楼 尤仔一脸的茫然 时到如今 尤仔也算是百年老妖了 可以说是见多识广 经验丰富 可是即便如此 他却依然分辨不出 燕归来到底是说真的 还是只是在开玩笑 不过 无论如何 既然答应了下来 那么即便是在吹牛 他也要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 皱了皱眉头 尤仔站起身来 一路去到了金凤酒楼的地下仓库 令人将其中一个仓库内的杂物 全部清出去 如果燕归来 真的运来了黄金 也好存放在这里 且不说尤仔这边 另一边 燕归来一路离开了金凤酒楼 还是先去南明学府看了看 无论如何 他必须确保这次的大考 不出任何问题 确认了确实休息三天 而不是原定的那样 直接进入二轮考核后 燕归来这才松了口气 随便靠在了路边的一条长椅上 陷入了沉睡中 下一刻 燕归来的意识 转移到了大蟒蛇身上 三亿两黄金 就是三十万块金砖 每块一千两 加起来正好是三亿两 猛地张开了嘴巴 刹那间 那堆积如山的金砖 一排排 一列列地消失着 只几个呼吸之间 燕归来便收起了三十万块金砖 之所以如此轻松 是因为这一百万块金砖 本就整齐地堆放了十堆 每堆正好十万块 因此 只要装走三堆 基本就正好了 装走了三堆 一共三十万块金砖后 燕归来再次将意识 转回了人类躯体 放眼朝周围看了看 一切都没什么变化 摇了摇头 燕归来站起身来 一路金凤酒楼的方向 赶了过去 刚一进入大堂 燕归来便看到了柳妍 此时此刻 这丫头竟然又陪着一个中年人 在那里喝了起来 皱了皱眉头 燕归来一路走了过去 停在了柳妍的身边 见到燕归来去而复返 柳妍不由地一愣 正打算开口说话时 燕归来却先一步道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以后 你每天只负责陪我喝酒的 张了张嘴 柳妍苦笑着道 那么贵的酒 一千金币一杯 我喝一杯 你还给我一百金币的小费 鬼才会信你啊 苦笑一声 燕归来二话不说 直接一挥手 砸出了一块一千两的金砖道 不相信吗 那我先给你一千两定金 这算是喝十杯的小费 你 你这 你是想 包我 愕然地看了看那块巨大的金砖 又看了看燕归来 柳妍迟疑地道 包你 歪了歪头 燕归来道 我不知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过 你以后陪我喝酒就好了 不许再陪其他人喝 无奈地耸了耸肩膀 柳妍道 好吧 你确认你是认真的吗 这些钱都给我 郁闷地皱起了眉头 燕归来道 我虽然年岁小了点 可是我什么时候说过大话 什么时候吹过牛 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过 你 这 无语地看着燕归来 柳妍苦笑着道 你这还不算说大话 不算吹牛吗 茫然地摊了摊手 燕归来道 哪有啊 我什么时候说过大话 吹过牛 本章完 第1762章 静若寒蝉 小说 林建尊 作者 云天空 看着燕归来和柳妍之间 你一眼 我一语的样子 那中年人的脸都黑了 冷冷地看着燕归来 那中年人道 小友 凡事都讲得先来后到吧 现在 这位女士 可是在陪我喝酒 摆了摆手 燕归来道 要说先来后到 那也是我先来 我都约好了 以后她只能陪我喝酒的 你才是后来的 不屑地一笑 那中年人道 小友 你那不是约定 只是在吹牛而已 一千两黄金一杯的酒 白白给她喝 而且喝一杯 还给一百两黄金的小费 鬼才信你 见到所有人都不信自己 燕归来简直郁闷透了 正郁闷之间 远远地 一道声音响了起来 既然我的小兄弟说了 那就绝对算数 她给不起 我给 听到如此豪迈的话语 所有人都愕然转过头 顺着声音 传来的方向看去 入目所见 胖嘟嘟的尤仔 微微眯着一双眼睛 一步步地踏了过来 走到近前 尤仔冷冷地 看了那中年人一眼 随后开口道 这位先生 很不好意思 我的小兄弟 确实是预定了的 当时我也在场 见到尤仔站了出来 那中年人顿时 进入寒蝉 确实 通过燕归来和柳妍的对话 其实可以听出来 两人之间 确实有约定 只是柳妍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 有这样的好事而已 不过现在 既然尤仔站了出来 那就没什么 好说点了 就算燕归来给不起 可是尤仔却绝对给得起 再多都给得起 急忙站起身来 那中年人恭敬地道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这位小兄弟 是您的朋友 摆了摆手 尤仔微笑着道 多谢您能理解 这样 这一餐 我们金凤酒楼请了 希望您以后多多捧场 见到尤仔对自己如此客气 那中年人大敢有面子 微笑着点了点头道 好的 那就多谢您了 我还有点事 这就先走一步了 微笑着目送那中年人离开 尤仔转过头 朝燕归来看了过去 柳和地道 怎么 小兄弟不是去筹备黄金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愕然看了看尤仔 燕归来苦笑着道 我以为你愿意相信我呢 没想到 你也以为我在说大话 吹牛啊 耸了耸肩膀 尤仔道 这个 说真的 不是我不肯信你 而是你说的话 实在太荒诞不羁 太让人难以接受了 好吧 摇了摇头 燕归来道 我也不解释 我只问你 装金砖的地方 你准备好了吗 断然点了点头 尤仔一挥手之间 十个大箱子 一字排开 摆在了燕归来的面前 一一掀开十个箱盖 放眼看去 箱子内整整齐齐的 放着一打打的金票 指了指那十个大箱子 尤仔道 这里一共是十箱子金票 总价值为十亿两黄金 苦笑一声 燕归来道 谁问你金票了 我问的是 储藏黄金的地方 你安排好了吗 哈哈一笑 尤仔收起了十个大箱子 微笑着道 这还用准备吗 你不会认为 我们堂堂的金凤酒楼 连个像样的仓库都没有吧 懒得多解释 燕归来一伸手道 前面带路 走 点了点头 尤仔转过身 朝着地下仓库的方向 走了过去 紧跟在尤仔的身后 燕归来一路走了过去 刚走没几步 燕归来停了下来 转过身 对着柳妍招手道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快过来啊 面对燕归来的召唤 柳妍愕然指了指 自己的鼻子道 我 我就不去了吧 这不合适啊 皱了皱眉头 燕归来道 你怎么能不去 你不过去亲眼见证一下 你怎么能相信 我确实能包下你 呸 听到燕归来的话 柳妍顿时羞红了脸蛋 所谓的包下她 其实换一种说法 也叫包养她 做她们这一行的 吃的就是口青春饭 因此 柳妍的很多姐妹 年岁稍微大一些后 基本都是被那些富豪权贵包养了的 就本心来说 其实柳妍从没想过 要被谁包养 不过 如果那个人是燕归来的话 却似乎是可以接受的 人家能看上她 那也是她的福浅 虽然说 小孩子不一定懂感情 很可能对她腻了之后 便将她随手抛弃 不过柳妍知道 燕归来不是小气之人 只要伺候好她 金钱上绝对不会缺的 就算将来被她抛弃了 这一生一世 她钱上也是不需要担心的 最重要的是 如果牺牲她一个人的幸福 便可以挽救平民窟里 那千千万万的老幼病残的话 那么再苦再累 她也认了 一个男人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男人 肯为她花那么多钱 而且她对她还有很深的好感 被包 那也就被包了吧 而且 这个小帅哥 真的太帅了 以后真的说起来 还不一定是谁吃亏呢 思索间 柳妍拼停地站起身来 跟在燕归来的身后 朝金库的方向走去 一路行去 很快 一行三人 进入了地下金库 看着宽敞无比的地下仓库 燕归来皱了皱眉头道 不行 这里太小了 根本装不下 愕然看了看燕归来 尤宰道 不是吧小兄弟 别跟我说 你真的搞来了三亿两黄金 皱了皱眉头 燕归来道 我这个人从来不说大话 也从来不吹牛皮 我说 有就绝对有 你要是再不信我 我可生气了 到时候 连兄弟都没得做了 好吧好吧 高举双手 尤宰苦笑着道 是我的不对 最起码 在你欺骗我之前 我不该怀疑你的 满意地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这才对吗 我说没说大话 吹没吹牛皮 不能用思想去判断 而是要用我的实际行动 去证明 说话间 燕归来横了柳颜一眼 随即道 也许 在你们看来 这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可是在我看来 这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 听到燕归来的话 尤宰不得不认真了起来 转过身 带着两人朝主仓库走了过去 一路进入主仓库 尤宰急忙命令工作人员 迅速将主仓库内囤积的所有物资 转移到刚才倒出来的那的仓里里 主仓库内的东西很多 因此 足足消耗了一个时辰 甚至是尤宰亲自出手 用空间手环帮忙运输 才终于将主仓库彻底清空 看着硕大无比的仓库 燕归来点了点头道 嗯 这个仓库还凑合 勉强可以装下吧 说话间 燕归来转过头 看着尤宰道 你确定 将所有的黄金 都兑放在这里吗 点了点头 尤宰道 无所谓 放哪里都一样 反正我很快 便会运走 长吸了口气 燕归来转头朝柳檐看了过去 认真的道 看清楚了 以后不许再胡乱地怀疑我 只要是我说的 那就必然是真实的 本章完 第1763章 幻觉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说话间 燕归来猛的一挥手 刹那之间 犹如幻觉一般 一排排 一列列 一方方 一垫垫的金砖 迅速地出现在巨大的地下仓库中 看着那堆积如山的金砖 不仅仅是柳檐 就连尤宰 也都目瞪口呆地张大了嘴巴 很快 整整三十朵 每朵一万块金砖 将整个仓库 堆得满满当当 几乎没留下什么空隙 傲然转过头 燕归来看着柳檐道 怎么样 这些黄金 够我喝多少酒的 你要花多长时间 才能把我喝破产 咕噜 紧张地咽了口唾液 柳檐颤抖着道 不是吧 你真的有三亿两黄金 这 这不是幻觉吧 嘲弄得一笑 燕归来道 幻觉 在人族七大将的面前 我玩幻觉 你是在逗我吗 听到燕归来的话 尤宰兴奋地瞪大了眼睛 结巴地道 不不不 这不是幻觉 这是真真正正的黄金 全都是千足金啊 说话间 尤宰转过头来 看着燕归来道 你就不担心我欺歹意 不给你金票 甚至谋财害命吗 面对尤宰的询问 燕归来耸了耸肩膀道 我本能地感觉到 你不是这样的人 而且 说话间 燕归来顿了顿 随后轻松地道 不就三亿两黄金吗 这算得了什么 你真要的话 也不用谋财害命 白送你就是了 啊 真的假的呀 面对燕归来的话 尤宰愕然道 摆了摆手 燕归来道 不凭别的 单单凭借你过去百年来 对人族做出的贡献 即便送你三亿两黄金 又如何 一点点小钱而已 倒也不需要看得太重 看着燕归来威风扒面 灰金如土的样子 柳妍苦笑着道 拜托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说话 我现在又有点觉得 你是在吹牛 说大话了 点了点头 尤宰道 是啊 你最好别在我们面前说大话 要知道 虽然我只需要三亿两黄金 可是北野飘零的西部诸州 也需要很多黄金的 北野飘零 听到这个名字 燕归来皱了皱眉头道 他是谁 我没怎么听过他的名字 所以我不想把黄金转给他 面对燕归来的说辞 尤宰苦笑着道 北野飘零是五大国师之一啊 而且 他也正是我们人族七大将中 古蛮的老婆啊 古蛮 听到这个名字 燕归来顿时亮起了眼睛 兴奋的道 古蛮我知道 他可是人族七大将中 个人实力最强的一个了 喂喂喂 听到燕归来的话 尤宰皱起了眉头道 古蛮确实很强大 可是我尤宰也不比他弱吧 凭什么说 他是最强的 甘大的咳嗽了一声 燕归来笑着道 不好意思 口误 纯属口误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古蛮需要的话 我愿意把黄金换一些给他 咕噜 紧张地咽了口口水 尤宰道 兄弟 你真不是在逗我 你真的还有黄金 点了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肯定是有啊 我这个人 是真的不吹牛 不说大话的 怎么 古蛮那边 还需要多少 这 苦笑着看着燕归来 尤宰道 暂时还是先等等 我得问问他 才知道那边的情况 暂时先不急 说话间 尤宰一挥手 十个大箱子 再次被放了出来 指了指那十个大箱子 尤宰道 这里是十亿两黄金的金票 你点收一下 毫不在乎的一挥手 燕归来直接收起了 那十个大箱子 无所谓的道 点什么点 多点少点无所谓 反正这些黄金 到了你手里 必然会用来对抗妖族 也算是物尽其用吧 听到燕归来的话 尤宰欣慰地笑了起来 点头道 若人人都能像你这么想 那该多好啊 哎 嘿嘿一笑 燕归来转过头 看着柳妍道 怎么样 现在相信了吧 我有没有说大话 有没有吹牛皮 尴尬地笑了笑 柳妍道 对不起 是我的错 我不该怀疑你 不过 这真的怪不得我啊 你这确实太夸张了 是啊是啊 微笑着点了点头 尤宰道 别说是柳妍了 即便我这个人 足七大将之一 都无法相信你 摆了摆手 燕归来道 无所谓了 这一次 我也算是大挣了一笔 三亿换十亿 嘿嘿 这一次我可发达了 摇头笑了笑 尤宰道 钱多了 其实也没什么用 即便怀揣十亿两黄金 你又能做什么 这 迟疑了一会 燕归来不由地苦笑着道 是啊 我也就吃吃饭 喝喝酒 其他的也没什么可做的 摆了摆手 尤宰道 我不是说过了吗 以后你在金凤酒楼 一切都是免费的 不需要花一分钱 免了免了 摆了摆手 燕归来道 我可不缺钱 如果这个钱你也不让我花 那我是真的没地方花钱了 这个乐趣 你可不能剥夺了去 耸了耸肩膀 尤宰道 好吧 我是无所谓 你爱给钱 我就爱要 说真的 我现在可是名副其实的穷光蛋 没钱了 听到尤宰的话 燕归来微一思索 随即便微笑着点了点头 确实 这么多年来 金凤酒楼积累的所有资金 都用来兑换黄金了 这些黄金 虽然也可以作为流通货币来使用 可是事实上 尤宰却是要将这些黄金 炼制成兵器和铠甲 用来装备自己的部队 因此 时到如今 尤宰虽然算不得一贫如洗 但也绝对没多少资金了 思索间 燕归来道 真的假的 你真的没钱了吗 那要不要我借你点 听到燕归来的话 尤宰顿时亮起了眼睛道 你 你愿意借钱给我吗 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这有什么不愿意的 反正钱在我手里 也只是摆设 你如果要用的话 暂时给你周转一下 也无所谓啊 反正对我没什么影响 行 确的点了点头 尤宰道 那你肯借多少 利息又是多少 面对尤宰的询问 燕归来不由的一愣 随即道 你需要多少 我就借给你多少啊 至于利息 不用利息 你拿去用好了 说话间 燕归来转过头 朝柳妍看了过去 吐了吐舌头道 汉 我现在说话 是不是又像是在说大话 或者是吹牛了 面对燕归来的询问 柳妍苦笑着道 你既然知道 那能不能别这么说话 真的好假 无奈地摊了摊手 燕归来道 可是 我心里就是这样想的啊 你不让我这么说 那我怎么说呢 本章完 第1764章 太荒诞了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不行不行 燕归来的话声刚落 尤宰便断然摇头道 你拿我当兄弟 我也不能不自觉 这样 你先借我三亿两金票 年利率 按常规的百分之五算 百分之五 听到尤宰的话 燕归来摇头道 百分之五的话 那你去钱庄贷款好了 又何必 从我这里拿 这样做的话 那算什么朋友啊 顿了顿 燕归来道 而且 三亿两金票够用吗 炼制兵器 不需要其他贵重金属吗 炼制的费用 不需要给吗 苦笑一声 尤宰道 若全部的费用都算上的话 嘿嘿 恐怕我给你的钱 你全部都要借给我了 这怎么可以 听到尤宰的话 燕归来也懒得 直接一挥手 重新放出了十个大箱子 微笑着道 有什么不可以的 你要用 尽管拿去好了 反正放在我手里 也不过是堆在那里 根本没用 双眼放光地看着那十个大箱子 尤宰呼吸顿时急促了起来 有了十亿两黄金 再加上这十亿两金票 他的百万大军都将换装上王器套装 再加上多年积累的物资和资源 甚至可以让所有士兵都装备上皇器级的兵器 如此一来 尤宰的百万大军将一跃之间成为人族最强大的一支军队 即便对上妖族的三大战族 犀牛族 河马族 战象族 也完全可以正面对抗 而不落下风了 猛一咬牙 尤宰道 小兄弟的高情厚意 尤宰万难拒绝 至于利息上 就按年利率5%计算 摆了摆手 燕归来道 真不用这么高 你若是真的想感谢我 我愿意用这五成利息 把那个小子给去掉 把小子去掉 疑惑地看着燕归来 尤宰实在不明白 把小子去掉 到底是什么意思 点了点头 燕归来严肃地道 兄弟就是兄弟 干嘛要加个小子 你说着也许不觉得 可我听起来 却非常刺耳 别扭 听到燕归来的话 尤宰猛地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笑着道 我的错 我的错 我确实不该叫你小兄弟 说话间 尤宰真诚地朝燕归来看去 真诚地道 所谓 亲兄弟 明算账 无论如何 五分利息 是必须的 摆了摆手 燕归来道 凭借你人族七大将的身份 去钱庄贷款的话 肯定可以以五分利息 拿下十亿两黄金的贷款 因此 五分利息 我是万万不能收的 不然的话 还算什么兄弟 听到燕归来的话 尤宰不尤地皱起了眉头 确实 正如燕归来所说 凭借她的身份和地位 无论去哪里 都可以贷出款来 利息也绝不会高过五分 沉引了好一会 尤宰道 好吧 既然你看得起我 而我也确实有点捉襟见肘 那么利息上 就按三分算吧 看着尤宰坚定的样子 燕归来转头朝柳檐看了过去 苦笑何道 这个世界上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 你说奇怪不奇怪 听着燕归来的话 看着燕归来苦巴巴的小脸 柳檐嫣然一笑道 是啊 真的太奇怪了 借钱的拼命想给高利息 被借钱的拼命想不要利息 最后 还要借钱的恳求 才能只收三分利息 这太荒诞了 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 燕归来道 可是这却是真实发生的 一切都是真的 你要不是亲眼所见 肯定又觉得 我们在吹牛了吧 钦佩地看着燕归来 柳檐崇敬地道 只有你们这样 真正为全人类考虑的人 才会做出这样 看似荒诞不羁的事情 仰慕地看着燕归来 柳檐无比真诚地道 能够认识你们 这样的大英雄 大豪杰 柳檐此生无憾 点了点头 尤宰道 没错 燕兄弟能够如此身名大义 一切从人类大义出发 确实是我被中人 说话间 尤宰掀开一个箱子 从里面取出了三千万两金票 递给了燕归来 疑惑地看着尤宰 又看了看那迭银票 燕归来不解得道 这是干嘛 给小费 摇了摇头 尤宰道 不不不 乾坤世界的规矩就是这样 借钱的同时 直接付给第一年的利息 点了点头 柳檐道 确实如此 你不会告诉我 这个钱你也不收吧 面对柳檐的询问 燕归来不由地翻了个白眼道 干嘛不收 既然约定好了 就按约定的来 胡乱矫情 只会浪费彼此的时间 啪 猛地一拍巴掌 尤宰畅快地笑道 对对对 做大事者 理当如此 我们的时间可是无比宝贵的 虚情假意地推来推去 只会坏了规矩 乱了章法 顺手接过了三千万两金票 燕归来苦笑着道 我发现 每年有这三千万两金票 似乎就够我吃饭的了 说话间 燕归来朝柳檐看了过去 一有所指的道 哎呀 钱好多啊 也不知道某人 要喝多少杯酒 才能把我喝破产 扑吃 听到燕归来阴阳怪气的话语 尤宰一个没忍住 扑吃一声笑了出来 光是利息 一年就是三千万两 柳檐要喝三十万杯酒 才可以挣到这么多小费 问题是 柳檐喝三十万杯酒 那需要多长时间啊 即便一天喝三十杯 那都要一万天 需要近三十年的时间 才能喝完 至于说买酒的钱 人家有在说了 不需要花钱 燕归来在金凤酒楼的一切开销 全部免费 一辈子 也别想把燕归来给喝破产了 事实的情况是 柳檐要喝上三十年 才刚刚能拿走三千万两黄金的小费 可是三十年的时间里 燕归来光是利息 就足有三十个三千万了 看着燕归来搞怪的样子 尤仔心里不由的一动 微笑着道 对了 说起来 你那边有白银没有 白银 疑惑地看了看尤仔 燕归来摇了摇头 见到这一幕 尤仔不由的一阵失望 要知道 想要炼制王器和黄器 黄金和白银 都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 黄金的问题算是解决了 可是白银的缺口 却依然非常大 而且几乎无法弥补 看着尤仔失望的样子 燕归来无奈地道 不好意思啊 我的白银也实在不多 那东西价值也不高 我也没有囤积多少 价值不高 点了点头 尤仔道 确实 白银和黄金的兑换比例 是一百比一 但是在炼器上 白银和黄金 就重要性上来说 其实白银更加重要 摇了摇头 燕归来道 关键是 我手里真的没多少白银 很难大批量地给你筹备 听到燕归来的话 柳言欣慰地点了点头道 嗯 虽然这话听起来依然很刺耳 但是总算有了谦虚的层面了 美好气地白了柳言一眼 燕归来道 本来就是 对于我来说 黄金就是比白银好狗 虽然听起来很怪异 但事实如此 说话间 燕归来转过头 看着尤仔道 你大概需要多少白银 我试着去给你搞一搞 看能弄到多少 本章完 第1765章 雀之不公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听到燕归来的话 尤仔道 白银的缺口很大 炼气的时候 白银和黄金之间的配比 其实是十比一 所以 我白银上的缺口 足有一百一两 一百一两白银吗 皱了皱眉头 燕归来闭上了双眼 看似陷入了沉思中 事实上 这一刹那间 燕归来将意识 转移到了大蟒蛇那边 发动次元穿梭 找到了上官千秋 以及司徒万里 稍微一询问后 从司徒万里 以及上官千秋那里得知 当年运送到东部诸州 作为流通货币的 可不仅仅只有十亿两黄金 还有一千亿两白银 只不过 燕归来虽然运气比较好 找到了那十亿两黄金的储存仓库 但是那一千亿两白银的仓库 却并没有发现 这个仓库肯定是存在的 只不过 暂时还没有被发现而已 了解到了这个消息后 燕归来驾驭着蟒蛇之躯 回到了溶洞之中 并且将意识 转移回了万象虚空法身 也就是人类躯体之中 慢慢睁开眼睛 燕归来朝尤仔看了过去 断然道 一百亿两白银是吗 我不敢保证什么 你给我一个周的时间 我去筹措一下看看 疑惑地看了看燕归来 尤仔迟疑地道 兄弟 你不是和深渊异族 有什么交情吧 深渊异族 看了看尤仔 燕归来摇头道 这个 就不方便跟你说了 你也知道的 很多消息 关系太大了 我不能随便乱说的 听到燕归来的话 尤仔了然一笑 不过内心里 他反而认定了 燕归来和深渊异族 必然有很深的关系 说到黄金和白银 其实深渊异族有的事 都囤积在 魔灵异族的仓库内 不过 虽然魔灵异族的仓库内 黄金白银 堆积如山月一般 可是用魔灵异族的话说 那都是魔灵之主 楚行云的财产 不可能平白无故的送人 看着尤仔若有所思的样子 燕归来也不敢细谈 对于自己的身份 他是必须要保密的 否则的话 无论是在人族 还是在妖族 他都将寸步难行 思索间 燕归来道 好了 我现在已经是地灵九中天了 我要去买 一颗完美品质的天灵丹 立刻开始突破 听到燕归来的话 尤仔猛地一拍脑袋 直接一挥手 四个小玉瓶 出现在了燕归来的面前 微笑着看着燕归来 尤仔道 完美品质的天灵丹 还好搞 不过 完美品质的阴阳丹 涅槃丹 以及五黄丹 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说话间 尤仔指了指那四个玉瓶道 好在 我们金凤拍卖行 正好储备 有这四种丹药 你拿去用好了 哇呀 听到尤仔的话 燕归来不由地亮起了眼睛 纷纷打开了四个玉瓶 放在鼻子前一闻 顿时 燕归来 哈哈笑了起来 确实 天灵丹还好说 完美品质只是吸手 但是却并不是没有 可是如今 能炼制阴阳丹的人 已经是少之又少了 完美品质 则更是凤毛麟角 至于涅槃丹 能炼制出来的 都没几个人 至于完美品质 那更是没人 可以炼制出来 兴奋地看着尤仔 燕归来道 这四瓶丹药 一共多少钱 钱 听到燕归来的话 尤仔苦笑着道 你和我谈钱 你这是在打我脸吗 你觉得我能收这个钱 尴尬地挠了挠后脑勺 燕归来黑黑笑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确实不公了 见到燕归来 痛快地收下了四瓶丹药 尤仔伸出手 递给了燕归来 一把钥匙 笑着道 这是金凤酒楼的密室钥匙 你要突破的话 去那里最合适 也最安全 点了点头 燕归来接过了 那把金色的钥匙 询问了密室的位置后 便准备赶过去 开始突破 临走前 燕归来转过头 看着柳妍道 我的钉金可都给你了 从现在起 你只能陪我喝酒 听到没有 嗯嗯 燕然一笑 柳妍连连点头道 放心吧 从现在起 这一辈子 我都只陪你喝酒 满意地点了点头 燕归来告别了尤仔 转身朝密室的方向走去 目送燕归来迅速远去 尤仔不由地叹息了一声 原本一切都非常的艰难 可是没曾想 认识了燕归来后 一切的难题 竟然迎刃而解 就连那西区的白银 这家伙都似乎能搞来 思索间 尤仔转过头来 看着柳妍道 从现在起 你担任金凤酒楼的总理事 啊 听到尤仔的话 柳妍顿时惊慌地摇着双手 惶恐地道 不不不 我不行的 我什么都不会啊 什么都不会 听到柳妍的话 尤仔不由地笑了起来 想当初 她何尝不是什么都不会呢 可是 老大根本不在乎 硬是把金凤酒楼的一切 都托付给了她 由她全权打理 尤其是一百多年前 老大临走的时候 更是把整座金凤酒楼 全部送给了她 虽然最终 尤仔没有收 而是代替老大打理 可是老大的心意 她却领了 叹息一声 尤仔道 没有谁 一生下来就什么都会 只要肯学 肯用心 总是可以学会的 不是吗 这 迟疑地看着尤仔 柳妍是真的不相信自己 微笑着摇了摇头 尤仔道 我那燕兄弟 绝非凡俗之辈 就算只是陪她喝酒 也不是谁都有资格的 所以 这总理事之位 你是必须要做的 无奈地看着尤仔 柳妍点了点头 要知道 这总理事 可是尤仔之下 三千座金凤酒楼中 全是最高的人了 所有的事 她都可以插手 可以过问 甚至可以决定 让柳妍苦笑的是 竟然只是为了让她有资格 陪燕归来喝酒 就强行 把她提升为 三千座金凤酒楼的总理事 这 这是不是太儿戏了点 不过 稍微一想 柳妍便理解了尤仔的安排 燕归来简单吗 不 她绝不简单 作为人族七大将 尤仔都无法解决的难题 在燕归来面前 却随手而解 十亿黄金不够 那就再借你十亿 实在不行 白送你也可以 都是点小钱 也不必太在意 缺少一百亿两白银 虽然不敢做出保证 但是却可以去筹措一下看看 不要以为筹措很简单 就算筹措不到一百亿两白银 那几十亿也是没问题的 否则的话 她岂敢如此放话 虽然燕归来年岁很小 可是没人在乎这个 只要她能掏出真金白银 所有人都会给予她足够的尊重 这就叫才可通神 正如尤仔所说 即便只是陪着燕归来喝酒 那也不是谁都有那个资格的 三千座金凤酒楼的总理是 这个身份还是可以的 以燕归来的身家 当她进入金凤酒楼的时候 只有三千座金凤酒楼的总理 是亲自出马 才能表达出金凤酒楼的重视 除了尤仔和柳妍之外 其他的任何人都没有这个资格 本章完 第1766章 天灵一重天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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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波波沉闷的轰鸣声中 燕归来的面色涨得通红 在完美天灵丹的药效下 燕归来周身的经脉 尽数被打通 境界上 也瞬间从地灵境 一跃提升到了天灵境 虽然说这具身体乃是由万年柳木之河炼制而成的 并非是肉体繁胎 但是事实上 这具身体以柳木之河为材之不假 但却是以燕归来的精血为引的 因此 所谓的五脏六腑 血脉经络 其实是应有尽有的 并不是一块石心的木疙瘩 之所以 要重塑五脏六腑 开辟三田 不是因为没有 而是因为不够强大 太过孱弱 虚空法身 玄之又玄 是天地才有的能耐 只有凝聚了空间法则的万年柳木之河 才能炼制出来 虚空法身 是玄明天地 为自己准备的至宝 其最大的特点便是可以无限吸收木系能量 无限转化和提升实力 理论上来说 虚空法身 是没有极限的 对比而言 虚空法身 和尤宰的无上天兵诀 是同一类的功法 都是拥有着无限的可能 区别在于 尤宰的无上天兵诀 只针对五灵 只是无限强化破坏力而已 而虚空法身 则针对的是全身全灵 无限强化的 不仅仅是破坏力 还包括防御力 速度 生命力 爆发力 但凡和人体相关的一切 都是可以无限强化的 理论上 能和虚空法身相提并论的 也就只有地天翼的那个九转轮回法身 也就是地天翼现在的躯体 终于突破到了天灵境 燕归来不由地睁开了眼睛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 燕归来疯狂地提升着 一路跃升到了天灵境界 这绝对是前无古人的 虚空法身就是如此神奇 犹如真正的虚空一般 足以吞噬下日月星辰 并且直接将其转化为自身的实力 提升自己的境界 叹息着摇了摇头 燕归来不由地惋惜了起来 按道理来说 为失忆前 他真的该准备一些 富含木系灵器的灵丹妙药 只要储备够多 他甚至可以在一个月内 直上武皇 可惜的是 浑身上下 似乎并没有准备这些东西 因此 燕归来 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尽量去做 长吸了口气 成功突破到天灵境界后 燕归来并没有急着离开密室 而是将意识转移到了大蟒蛇那边 将一百万武皇级毒蛇 装入了次元空间 运去了飞天城 抵达飞天城后 燕归来放出了十万条毒蛇 并且命令他们去寻找储藏着一千亿两白银的宝库 随后 凭借着定位蟒蛛 燕归来一路赶去了所有的十二座城市 每座城市都放下了近十万条毒蛇 任务都是去寻找盈库 之所以要派毒蛇去寻找 而不是巨蟒族去寻找 是因为毒蛇族身体娇小 体长不超过两米 粗细也很细 即便再狭小的地方 也可以钻过去 因此 真说寻找物品 很少有比毒蛇族更适合的了 就在燕归来奔波的同时 另一边 尤仔抵达了金凤九楼的三楼 之所以要来这里 尤仔是要解决一些事情的 时到此刻 燕归来的安危 对尤仔 甚至是对人族七大将来说 真的太重要了 因此 无论如何 燕归来是不能出意外的 否则的话 古蛮和北野飘零需要的黄金 去哪里搞 尤仔欠缺的一百一两白银 谁给找 最重要的是 尤仔可以看出来 拿出这么多的黄金 那燕归来 根本就没什么感觉 这足以说明 他的手中 还有海量的黄金 而且最重要的是 尤仔检查过了 那些金砖上 都印有魔灵异族的印记 绝对是出自魔灵一族宝库的黄金 换句话说 随着楚行云离开 这燕归来 几乎是唯一一个 可以从魔灵宝库中 拿出东西的人了 他的手中 绝不仅仅只有黄金 肯定还有白银 以及青铜 为了避免碧落和黄泉 接下 关于燕归来的任务 尤仔必须亲自出马 把燕归来设立为核心人物 无论是碧落还是黄泉 都不接受 关于燕归来的任务 虽然尤仔本身 在碧落和黄泉两大组织里 其实并没有任何的职位 可是凭借着他和君无忧 以及花弄月的关系 却可以随时插手 两大组织的所有事物 说白了 对外 他们似乎没什么关系 可是对内 大家还不都是人族七大将 还不都是楚老大的小弟 楚行云临走前说过了 他们七人 只有暴城团 才能寻觅到发展的机会 若是彼此离心离德 那所有人都要倒霉 遭殃 早晚被人给一口吞掉了 经过上百年的时间 楚行云的话 一而再 再而三地得到了证明 即便时到如今 他们也需要抱成一团 才可以抵挡大楚皇室的手段和阴谋 很快 尤仔走到了三楼的柜台前 陈生道 立刻把燕归来 加入到核心人物名单中 无论如何 碧落和黄泉 都不能接他的任务 燕归来 听到尤仔的话 那办事员不由的一愣 随即怪异地看了看尤仔道 不好意思 就在一周前 有人下达了暗杀他的任务 黄泉已经接下了 皱了皱眉头 尤仔沉声道 给我查一下 到底谁要杀燕归来 面对尤仔的命令 那办事员一点都不敢怠慢 急忙拉开抽屉 快速翻找了起来 整个碧落黄泉内两大组织内 有权利查询任务细节 了解任务下达人的情况的 就只有三个人而已 前两个不需要多说 自然是君无忧和花弄月了 而第三个人 就是尤仔 除了这三个人外 即便是白冰 都不会来查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一直以来 从碧落黄泉组建的那一天起 就是以金凤九楼为核心的 一直到现在 也没变 很快 那办事员便找出了一份通缉单 压低声音道 任务是大楚皇室的人下达的 不过具体是谁 暂时还清楚 皱了皱眉头 尤仔道 那么 有怀疑对象吗 点了点头 那办事员道 怀疑对象有 八成可能 是大楚皇室的玄孙 楚行天 四 长吸了口气 尤仔的目光中 不由地生腾起熊熊的怒火 每次听到这个名字 尤仔便不由地怒火攻心 那大楚皇室 是楚行云一手谋划 并且一手派人建立起来的 虽然说 大楚皇室的建立过程中 楚行云并没有参与 可是大楚皇室之所以能建立 可全是以楚行云为核心的权力集团 精心谋划和仇怨 可是如今 整个大楚皇室 却连最起码的尊敬 都不给楚行云 楚行云的第五代孙 竟然敢起名叫楚行天 这不等于是 骑在祖宗的脖子上拉屎吗 本章完 第1767章 无权干涉 小说 灵剑尊 作者 云天空 天在云上 云在天下 楚行天这个名字 不等于是说 要踩着楚行云的脑袋行走吗 尤宰不是没有找过大楚皇室 事实上 为了这件事 人族七大将 一统闹到了大楚皇室 面见了楚无情 可是那楚无情 果然不愧无情之名 只淡淡的一句话 就打发了他们 在楚无情看来 子孙叫什么名字 那是大楚皇室的家务事 任何其他人 都无权过问 更无权干涉 虽然内心恼怒无比 可是不管怎么说 大楚皇室 毕竟是楚老大的后代 那楚无情 是楚行云的亲生儿子 楚行天 则更是楚行云的玄孙 因此 不管他们做得对还是错 人族七大将 都只能听之认之 不过 七大将因为身份的问题 也许不敢对大楚皇室如何 可是水流香可不管那些 对于水流香来说 大楚皇室 不过是小三的孩子 建立起的皇朝 他根本就不买账 若不是当年 南宫花颜卑鄙地摆下了桃花阵 陷害了楚行云 水流香又怎么会痛失致爱 因此 就在十年前 楚行天定名的一个月后 尤宰等七大将建言遭到拒绝后 水流香强势宣布 大楚皇室失德 不配再对军部指手画脚 就此 大楚皇室和军部之间 直接闹翻 对于水流香 大楚皇室可谓是恨之入骨 当初 就是因为这个女人 楚行云抛弃了南宫花颜 也不顾她的亲生儿子楚无情 孤身离开了乾坤世界 可是 再怎么痛恨水流香 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 水流香的强横 水流香本身便拥有着九寒绝脉 冰细术法 威力暴增九倍 光是九寒绝脉 就已经让水流香变得无比强大了 可是那楚行云临走前 竟然给了他一套极爱冰雕 这简直不能忍 十八座极爱冰雕 经过上百年练制后 个个都拥有着帝尊级的实力 最夸张的是 十八座极爱冰雕 还可以不成大阵 而且 十八座极爱冰雕 同时受一个人指挥 其步调协同 不是像是一人 而是根本就是一个人 凭借着十八尊极爱冰雕 水流香即便同时对战 是八名帝尊 也绝对不落下风 最可恶的是 那十八尊极爱冰雕中 蕴满了楚行云 对水流香最真挚的爱意 无时无刻地守护着水流香 就连暗杀都绝无机会 凭借十八尊极爱冰雕 水流香已经是天下无敌了 真的触怒了他 只凭借一人之力 他便可以踏上大楚皇室 将大楚彻底毁灭 没有人能和他抗衡 大楚皇室 为什么那么不尊重楚行云 甚至痛恨他 真的不是没有理由的 临走前 虽然是他一手筹划了大楚皇室 但是却留下了太大的隐患 人族七大将 十八尊极爱冰雕 成为了大楚皇室永远的痛 最让大楚皇室尴尬的是 皇权在大楚皇室手里 君权却在水流香的手里 这不是让外人压了大楚皇室一头吗 更干大的是 虽然大楚口口声声 说水流香是小三 可是那十八尊极爱冰雕 却无时无刻地提醒着世人 楚行云爱的是水流香 而南宫花岩才是小三 他楚无情 堂堂大楚的皇帝 不过是小三生的野种而已 因为楚行天的名字 南宫花岩气得一病不起 可是楚无情却硬是铁石心肠 无论如何也不肯改了 即便因此吃了大亏 他也绝不肯低头 绝不肯认输 长长地叹息一声 尤宰道 拿着这张任务单 送给叶玲 让他去处理这件事 微微顿了顿 尤宰继续道 告诉叶玲 这一位 是目前青木大考排名第一的考生 而且 他对人族七大将 甚至对整个人族的未来 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听到尤宰的话 那办事员不由地迟疑了一下 谨慎地道 可是 如此一来 我们皇权的名誉 可就要受损了 皇权 名誉 冷冷地看着那名半事员 尤宰冷声道 碧落也好 皇权也好 本身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若不是这两大组织 是老大亲手建的 即便解散了又如何 什么 这 面对尤宰的话 那半事员不由地目瞪口呆 这话要是传出去 可真的不得了啊 一个不好 人族七大将 便可以从内部分裂 拍了拍那半事员的肩膀 尤宰道 记住了 碧落也好 皇权也好 最重要的是人 而不是这两个名字 不屑地一笑 尤宰摇头道 所谓的名誉 所谓的完美完成任务的记录 这些都是虚的 这两大组织 是为我们服务的 而不是我们 为这两大组织服务 啪大 啪大 尤宰正说话间 两行脚步声 从远处响了起来 转头看去 君无忧和花弄月 快步走了过来 一路走到近前 君无忧双眼放光地道 听说 你欠缺的黄金有着落了 微笑着点了点头 尤宰道 不是有着落了 而是已经得到了 嘿嘿 开心地点了点头 花弄月开口道 对了 你说的那个燕归来 他手里真的还有黄金吗 可不可以云一些给我们 我们避落的佣兵大队 也需要更换装备了呀 嗯嗯 连连地点着脑袋 君无忧道 对啊对啊 我们黄泉的暗影军团 也该更换武器了 也云点给我们啊 面对着两个人的哀求 尤宰横了那边 他办事员一眼 随即摇头叹息道 不行啊 这件事 恐怕很难办 疑惑地看着尤宰 花弄月上下 扫射了尤宰几眼道 你小子 怎么好的不学 非要学大楚皇室 这还和我打起关枪了 啪 君无忧可不惯着尤宰 一巴掌拍在了他的肚皮上 哈哈笑道 你小子 再和我打关枪 信不信我揍你 痛苦地抱着肚皮 尤宰实在是装不下去了 无奈地指了指那半事员 尤宰对着君无忧道 不是我打关枪 而是你们黄泉 已经接下了刺杀燕归来的任务 他人都要死了 怎么给你黄金啊 不解地看了看那半事员 又看了看尤宰 君无忧道 你是傻了吗 下了任务又如何 我们不是还没动手吗 他怎么可能会死 耸了耸肩膀 尤宰道 可是如果不杀了他的话 那黄泉完美完成任务的记录 可救 听到尤宰的话 花弄月摇头叹息了一声道 尤宰呀 你这都多大岁数了 怎么还是长不大 还是这么孩子气啊 点了点头 君无忧道 和整个国家 整个民族 整个人类的安危比起来 区区一个黄泉组织 即便解散了 又如何 谁轻谁重 你这都分不清楚吗 白了尤宰一眼 花弄月道 只有那些毛头小子 才会在意这些虚名 作为人族七大将之一的你 怎么可以这么幼稚 听到君无忧和花弄月 你一言我一语的 尤宰不由的呵呵直笑 一双眼睛 上下扫视着 那个半事员 只把他看得面红耳赤 本章完 第1768章 死无对证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看着尤宰怪模怪样的 在那里搞怪 君无忧和花弄月 只稍微一琢磨 便明白了过来 苦笑着摇了摇头 虽然一百多年来 尤宰成熟了 不再幼稚了 可是这种孩子气的恶作剧 他却始终是难以改正 摇了摇头 作为黄泉的首领 君无忧对着那半事员道 好了好了 我知道你也是一心为了黄泉着想 不过 等等首领 不等君无忧把话说完 那半事员便断然打断了君无忧 否则的话 一旦君无忧把话说完 那就成了铁令 任何人都不能更改了 猛的一咬牙 那半事员沉声道 首领 为了保持完美的记录 我们有太多的兄弟抛头颅 洒热血 无论如何 我不想这个完美的记录 就此破掉 坚定地看着君无忧 那半事员道 这份任务清单 我全当没收到 而且 我会尽快杀死那个下达任务的人 如此一来 就死无对证了 皱了皱眉头 君无忧道 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你我都知道 我们骗不了自己 摇了摇头 那半事员道 我知道 你们不太在意这些虚名 可是这所谓的虚名 却是所有黄泉兄弟的兴起 是我们最以智慧傲的资本 说话间 那半事员不由德润红了眼眶 颤抖着道 我们知道与否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所有为了黄泉 抛头颅 洒热血的兄弟们 能够继续保持着这份骄傲 深深地看着那半事员 一时之间 尤仔 君无忧 花弄月 都深深地被震撼了 看着三人沉默的表情 那半事员道 虽然对于你们来说 这虚名根本无足轻重 可是对于我们黄泉人而言 这就是我们的命 为了他 我们愿意奉献一切 好吧 终于 那半事员的一番话语 打动了花弄月 深深地看着那名半事员 花弄月道 把那个人的资料给我 我亲自走一趟 扑通 见到花弄月终于被说服 那半事员猛地从柜台内冲了出来 扑通一声 跪倒在了花弄月的面前 连连磕头 以感谢花弄月 维护黄泉的荣耀 轻轻扶起那名半事员 花弄月一脸认真的道 你也不用谢我 不要忘记了 我虽然是毕落的首领 但与此同时 也还是黄泉的头号杀手 枪枪 说话间 花弄月慢慢抬起了双手 剧烈的铿锵声中 毕落双爪 从手背上弹射而出 冷冷的一笑之间 花弄月道 黄泉的威名 是用兄弟们的鲜血和杀戮助救的 既然如此 就让我用鲜血和杀戮 去守护这份威名 点了点头 君无忧沉声道 一会传信给叶灵时 就说大楚皇室 派人暗杀青木大考的头号种子 但是我们没有接 长吸了口气 尤宰道 没错 我们不但没接 对于这种损害全人类利益的事情 我们还勇敢地揭发了出来 听着三位大佬的话 那办事员双眼精亮 自豪地道 我们黄泉虽然是杀手组织 但我们并不是什么任务都接 什么人都杀 我们并不是乌合之众 我们拥有着自己的骄傲 点了点头 花弄月道 好了 事不宜迟 那个人就交给我 无论如何 他活不过一个时辰 即便他躲在楚无情的床下 也必死无疑 说话间 花弄月 一笼身上的斗篷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同一时间 君无忧带着那份任务表格 一脸深沉地离开了总部 朝着青木学府的方向赶去 深深地看了看那个办事员 尤宰叹息一声 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我想 我该向你道歉 为了你们的精神 也为了你们的那份坚持 以及那份为了荣耀 不惜牺牲一切的心 听到尤宰的话 那办事员顿时热泪盈眶 哽咽着摇着头 那办事员道 不 您不需要道歉 您刚才这句话 便是对我们最好的褒奖了 点了点头 尤宰道 虽然 我并不是黄泉的一员 但是 如果有解决不了的目标 可以通知我 我不介意为你们出把力 说话间 尤宰再次拍了拍 那办事员的肩膀 随后一路离开了三楼 朝密室的方向赶去 另一边 燕归来终于将上百万武皇级的毒蛇族战士 运往了十二座城市 开始了全面的搜索 回到了溶洞之后 燕归来不由地叹息了一声 但愿能快速找到那些白银吧 对于尤宰 以及人族七大将 燕归来是万分钦佩的 让燕归来钦佩的 并不是他们的实力 毕竟 时到如今 这七大将 其实都只是半部帝尊而已 根本算不得人族的至强高手 人族的五大国师 便是人族最强的五大高手 这五人 分别是东方天秀 水流香 紫威武皇莫离 北野飘陵 以及司马偏仙 除了水流香和紫威武皇 都只是武皇境界 凭借血脉之力 才达到帝尊及实力外 其他的三人 都是真正的帝尊 实力之强 绝对可以碾压人族七大将 不过 人族七大将 虽然个体实力上 不如五大国师 但是真说起来 也没人去动他们 整个人族之内 除却五大国师外 人族七大将的实力 便是最强的 而五大国师中 水流香自然不会对付他们 毕竟 他们现在就团结在水流香的周围 全心辅佐他 水流香怎么可能自拆骨肉 至于紫薇武皇莫黎 那可是尤仔的老婆 而且一百多年前 莫黎还为尤仔 生了个大胖小子 最近一百多年来 莫黎基本不理外事了 一心守着尤仔 以弥补当年自己犯下的错误 弥补尤仔心灵上的创伤 原本 对于莫黎 尤仔是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原谅的 可是 人家孩子都给他生了 尤仔又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 怎么忍心把莫黎母子 抛弃在一旁 不闻不问呢 而且 尤仔也知道了 莫黎那么做的原因和理由 说白了 莫黎为的不是自己 而是全人类的安危 尤仔是能够理解的 水流香和莫黎 就不需要多说了 接下来就是北野飘零了 身为古蛮的老婆 北野飘零 怕古蛮怕得要死 却又爱得死去活来 古蛮说东 他不敢往西 说敢压 他就不敢抓鸡 再来就是司马偏仙了 作为楚行云的爱慕者 他甚至愿意为了楚行云去死 又怎么可能去伤害他的手足兄弟 本章完 第1769章 富的流油 小说 林建尊 作者 云天空 五大国事中 水流香 莫黎 北野飘零 司马偏仙 都是死保人族七大将的 就只有东方天秀一人 对七大将完全不感冒 甚至想要除之而后快 不过可惜的是 水流香 莫黎 北野飘零 以及司马偏仙 联合警告过他 如果他敢对七大将中 任何一个人出手 别管杀没杀死 也别管是一心打杀 还是只是揍了一顿 就算只是抽了一耳光 那么抱歉 东方天秀死定了 四大国师将连起手来 诛杀东方天秀 然后再彻底覆灭东方家族 鸡犬不留 为此 四大国师 在大楚皇室祭天的时候 当众立下了新模式 因此 对于人族七大将 东方天秀别说打杀了 甚至每次遭遇 都是主动避开的 生怕自己一怒之下 打了其中的某一位 为自己 以及整个东方家族 招来杀身之祸 正是因为如此 人族的七大将 才有了表现的机会 才有资格登上历史的舞台 否则的话 有帝尊在 何时轮到他们出头 真正让燕归来钦佩的是 这七大将 并没有恃宠而骄 为了守护人族 他们完全不顾 个人利益得失 精诚团结 顽强地将妖族 抵御国门之外 不过 七大将的顽强 也为他们招惹来了 太多的麻烦 尤其是十年前 因为楚行天的名字 水流香一怒之下 宣布军部正式脱离 大楚皇室的统治之后 大楚皇室 直接便断绝了资金 和物资上的支持 楚无情很强硬 既然军部不肯接受 皇室的统治 那皇室也不会再无偿地 给予军部任何的支持 甚至连军费都不再提供 在楚无情想来 只要一断掉军费 那水流香肯定支撑不了多久 很快便会上门祈求 他也好顺势 将自己的权力触角 伸入军部之中 可是事实上 换了其他的事 水流香也许真的会让步 可是这件事真的不一样 关系到了楚行云的荣誉和尊严 无论如何 水流香都不可能在这方面让步 这一僵持 便是十年的时间 军部的状况 也是每况愈下 甚至有点无以为继了 与之相反 不再提供军费之后 大楚皇室算是发达了 要钱有钱 要物资有物资 大楚皇室的所有人 都可谓是富的流油 让所有人愤怒的是 同品级之下 大楚皇室的行政官员 薪水竟然十倍于军部的军事官员 要知道 军部的大将 都是要抛头颅 洒热血的 随时都要上战场 而且这一去 未必可以活着回来 而大楚皇室的那些行政官员 虽然也是劳苦功高 要治理整个人族 可是无论如何 他们的薪水 怎么可能超过军部同级官员的十倍 水流香也好 七大将也好 他们都很清楚 楚无情是通过这种手段 向他们示威 展示自己的肌肉 可是越是如此 他们就越是不能屈服 无论条件多么艰苦 他们都会咬牙坚持 原本 大楚皇室和军部之间 还只是意气之争 只是固执着不肯妥协而已 可是 随着时间的流逝 随着大楚皇室的金钱和资源越来越多 很多事物 都在前一末化中 悄然改变着 金钱和物资 若用在前线 则可以对抗妖族 可以减少人族士兵的伤亡 加大妖族的伤亡 可是 若是用来作为薪水和奖金 十倍的发放给那些行政官员 就只会养成交涉之气 贪腐之风 以前从来没拿过 那也就罢了 可是 既然已经连续拿了十年的天价薪水 便没有人愿意 再拿当初那微薄的 只有现在十分之一的薪水了 一时之间 整个大楚皇朝 所有行政官员 各个都是超级富豪 而军部的所有军事官员 则各个穷的 快要揭不开锅了 为了要保住自己的薪水 以及极得利益 大楚皇室从上到下 彻底和军部对立了起来 如今 别说水流香不想妥协 即便他想 恐怕也改变不了对立的状态了 随着娇奢之气肆虐 贪腐之风盛行 整个大楚皇室 已经开始腐烂了 就连储无情 也沉溺在每年获得的海量金钱和收益中 不想改变什么 十年之前 大楚皇室一个月 只有一千两黄金的用度 以大楚皇室的人数和规模 这真的可以说是很节俭了 可是十年之后的今天 大楚皇室一天 就要消耗一万两黄金 不仅仅是金钱上的消耗 各种物资 各种资源的消耗 更是夸张到了极限 简单说 大楚皇室的厕所都是用金砖堆砌而成的 所有的家具和摆设 也竟是由九品的灵财制造而成 有心人统计过 如果把大楚皇室拆了 全部用来炼制兵器和铠甲的话 那么七大将加上水流箱的八百万大军 将可以全体换装黄器套装 可是事实上 这些物资和金钱 大楚皇室是不肯掏出来的 那都是大楚皇室的财产 属于个人所有 凭什么要给军部 娇奢之气 贪腐之风的盛行下 十年之内 平民窟的区域扩大了十倍 无以为计的平民数量 也暴增了十倍 原本 大楚皇室 还一心救济那些平民 可是从十年前起 这份救济也断了 那些平民的死活 大楚皇室是完全不闻不问了 所谓 朱门酒肉臭 陆有冻死骨 用来形容如今的大楚皇室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燕归来佩服七大将的骨气 钦佩他们的操守和坚持 因此 即便白送他们三亿两黄金 其实也是无所谓的 燕归来不是守财奴 对于金钱 不能说不喜欢 也不能说不想要 可是燕归来的理智 却永远能战胜自身的贪婪 燕归来很清楚 这些金钱放在他手里 他其实也用不了这么多 除了吃饭喝酒 他还能做什么呢 至于吃饭喝酒 尤仔已经放出话来了 金凤酒楼将永远为他免费开启 无论在这里花了多少钱 都不需要花一分钱 如此一来 燕归来连这最后一条花钱的渠道 都被抹杀了 不是燕归来不给钱 实在是 就算给了钱 也没人收啊 从本心上讲 燕归来真的不在意 把黄金白送给尤仔 只不过 尤仔不可能收而已 若真的收了燕归来那么多金钱 那尤仔自身 就无法自处了 所谓 拿人钱财 与人消灾 拿了燕归来那么多钱 那人族七大将 到底是谁的属下 他们又为了谁 而去战斗呢 不是燕归来不肯给 而是人家不肯要 否则的话 欠下了天大的因果 不还能行吗 那可是影响修行的大事 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燕归来站起身来 离开了密室 本章完 第1770章 得罪大楚皇室 小说 林剑尊 作者 云天空 刚一打开密室的大门 燕归来便看到了 一脸沉重的尤仔 深深地看着燕归来 尤仔道 你怎么得罪大楚皇室了 面对尤仔的询问 燕归来一脸的迷糊 不解得道 大楚皇室 我没有惹他们啊 摇了摇头 尤仔道 不对 你肯定得罪他们了 不然的话 他们怎么可能下达任务 要暗杀你 什么 暗杀我 听到尤仔的话 燕归来猛地跳了起来 一脸的暴怒 点了点头 尤仔道 没错 大楚皇室 派人在皇权下达了暗杀任务 他们想你死 长吸了口气 燕归来咬着牙齿道 我知道了 一定是楚行天干的 只要杀了我 他就是这次大考的冠军了 点了点头 尤仔道 从我们这边了解到的情况来看 也只有这一个可能 不过 暗杀任务 并不一定是楚行天下的 很可能是大楚皇室 为了捧起楚行天 而做出的集体决定 思索了一会 燕归来点了点头道 没错 那楚行天再怎么妖孽 也不过是个十岁的孩子 即便有那个心 他也未必知道怎么做 说话间 燕归来抬起头 朝尤仔看了过去 苦笑着道 那怎么办 我听说 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黄泉暗杀不了的人 微笑着摇了摇头 尤仔道 这你不必担心 任务已经被我撤销了 黄泉绝不会有人来对付你 不过 说话间 尤仔皱起了眉头 沉声道 虽然黄泉不会出手了 但是大楚皇室 却未必会善罢甘休 所以 保险起见 我觉得 你还是放弃这次大考吧 放弃大考 听到尤仔的话 燕归来猛一咬牙 断然道 虽然我知道很危险 大楚皇室 随便派出一个武皇 就可以秒杀我 不过 紧紧地捏着拳头 燕归来道 我燕归来 不是怕事之人 如果大楚皇室 真的要杀我 那么说不好 我就只能和大楚皇室 对上了 这 皱了皱眉头 尤仔道 无论如何 大楚皇室 是楚大哥一手建立的 大楚皇室的皇帝 又是楚大哥的亲儿子 所以 摆了摆手 燕归来道 你们是楚行云的兄弟 属下 左膀右臂 而并不是他的奴仆 我觉得 你们的心态上 显然不对 心态不对 疑惑地看着燕归来 尤仔不太明白他的意思 面对着尤仔疑惑的目光 燕归来道 你们的楚大哥不在 你们这些做叔叔的 就该代替你们的楚大哥 管教好他的孩子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只因为他是楚行云的儿子 就任他为所欲为 摇了摇头 燕归来不屑地道 那楚无情 以及大楚皇室的那些家伙 已经把楚行云的仪式英明 毁得差不多了 你们还要容忍和纵容下去吗 皱了皱眉头 尤仔道 无论如何 他毕竟是楚大哥的儿子 楚家的家务事 我们这些做下属的 并不适合摄入太深 摆了摆手 燕归来道 你必须要清楚 那大楚皇室败坏的 可是你们楚大哥的名声 作为楚行云的后代 他们所作所为 都将记在那楚行云的头上 嘲弄得一笑 燕归来道 人类处境如此艰难 随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 可是那大楚皇室 却连军费都不肯支付 而是天天花天酒地 醉生梦死地榨取着明枝明膏 以满足他们日益旺盛的贪欲 冷冷地看着尤仔 燕归来道 我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 一旦人类因此而灭亡 即便你的楚大哥回来了 也只能当众自枪 以谢天下 死 听到燕归来的话 尤仔顿时瞪大了双眼 第一次考虑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深深地看着尤仔 燕归来道 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们的楚大哥 当初之所以建立大楚皇室 为的是团结所有的力量 共同对抗妖族吧 点了点头 尤仔道 没错 这就是楚大哥 这就是楚大哥建立大楚皇室的唯一目的 贪了贪首 燕归来道 可是很显然 大楚皇室的所作所为 已经和你们楚大哥的意愿 被盗而驰了 现在 大楚皇室已经成为了妖族之外 另一座压迫在人类头上的大山了 嘲弄地摇了摇头 燕归来继续道 你们人族七大将 节衣缩食 甚至不惜拿出自己的财产 来补贴军队 可是那大楚皇室 却疯狂地搜刮着明知明高 以维持自己奢华无度的生活 叹息一声 燕归来深深地看着尤仔道 也许 在你们看来 自己很伟大 可以说是忍辱负重 可是在我看来 你们根本就不称职 猛一挥手 燕归来道 若我是你们的楚大哥 有了你们这样 一群属下 真的能被活活气死 你们这简直就是 献你们的楚大哥于不义 可是 我们 这 面对燕归来的吉言利色 尤仔显然乱了分寸 张口结舌之间 连句完整的话 都说不出来 面对于此 燕归来道 你们的楚大哥 让你们以大楚皇室为核心 团结一切力量 对抗妖族 可你们 是怎么做的 你们完成了楚行云 当年的嘱托了吗 森冷地看着尤仔 燕归来一字字地道 难道说 楚行云建立大楚皇室 就是为了让他的子孙后代 可以骑在人民的头上 作威作福 搜刮明知明高 用来娇奢享乐的吗 不不不 奋力地摇着头 尤仔怒目原睁地道 绝不是这样 楚大哥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人 这世界上 没有人比楚大哥 更加地大公无私 森冷地看着尤仔 燕归来力声道 可是现在 全世界的人 都这么认为 而这 恰恰是 你们这些属下 不作为的结果 听着燕归来 劈头盖脸的一通训斥 尤仔不由的汗流加倍 脸上的汗水 一行行地朝下流淌着 有那么一刹那 尤仔甚至以为 他对着的 不是燕归来 而是圣怒的楚行云 狼狈地擦了擦脸上的汗水 尤仔一时之间 完全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可谓是心乱如麻 如果一切 真的如燕归来 所说的那样的话 那么他们这些做下属的 真的是愧对楚行云 可是 真的要他们动大楚皇室 这真的太难了 无论如何 那大楚皇室 毕竟是楚大哥的后人 岂可轻易动得的 看着尤仔六生无主的样子 燕归来冷冷一笑道 你们不作为 那是你们的事 我无权干涉 也无法强求 说话间 燕归来森冷地眯起了眼睛 阴沉地道 不过 如果他们真的敢 对我动手 那么我绝不会坐以待毙 长吸了一口气 燕归来掷地有声地道 既然那楚行云不在 那么我不介意 替他教训一下 他的那些不孝子孙 本章完 带我去 那是你 你 带我去